去年12月华隐书院发现10公斤土制炸弹 警方拘捕一个20岁男人 涉嫌串谋意图伤人 在他家找到电路板 可以用来引爆爆炸品 有郭永恩报道 警方星期二晚拘捕20岁疑犯 在售博平村一个单位里 检获一批电路板 电子装置、钛钉 150张儿童式情物品 和7段相关片段 调查后相信电路板 和去年12月9日 在湾仔华隐书院地基 找到的土制炸弹遥控装置相同 这个电路板的作用 其实就是将一些无线电话 接收回来的信息 转化成一些电流 然后经过一些电阻 然后就发热 然后就可以将一些炸药 作为引爆 当地本身的样式是相当大 这个团火 它是透过一些社交平台里面 是作为联络的 蛛丝马迹和证据也显示到 它们是同一伙人 他说疑犯在专上学院 收毒机械相关学科 负责设计、分发和供应 可以引爆炸弹的电路板 正是调查他如何得到制作的知识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警方又提醒管有 这些可以引爆炸弹的装置 已经属违法 最高可以判监14年 如果引致人命伤亡 可被判终身监禁 《友善》电视记者郭永恩报道 《友善》电视记者郭永恩报道 《友善》新闻 中文化